格瑞宾酒店大堂休息区,妻子挽着一个陌生男人的画面,直接击碎了我长久以来的自欺欺人,他带着甜蜜的笑容,温柔地把头靠在那个男人的肩膀上,浑身洋溢着一种名为幸福的喜悦感,我默默用假发的刘海遮住大半张脸,他在距离我不到五米的地方经过,却没有发现我的存在。 看着妻子和陌生男人手挽着手离开酒店的背影,我缓缓站起身来,一言不发地拨通了一个电话,喂,是周涵吗?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,我叫徐浩,今年三十岁。 普通打工人,周涵是我大学同学,原本我们都只是摄影专业的,可万万没想到,周涵家里竟然是搞四家侦探社的,国内的四家侦探属于灰色产业。 可奈何周涵似乎在这方面有天赋,几年前轰动娱乐圈的顶流踏房案,就有这家伙在里面掺和,电话接通后,周涵约我到一家饺子馆见面。 我简单地描述了一下妻子出轨的情况,周涵拿手机做了详细的记录,随后周涵表示三天内给我回消息,让我暂时不要在妻子面前露出破绽,先把局面稳住再说,周涵走后。 我开车回到公司,和往常一般工作到晚上,下班回家后,妻子承倩正在厨房里忙碌,老公你等一下,还有两个菜就好了。 成倩穿着修身的牛仔裤,系着白色的碎花小围裙,这原本是我最喜欢的背影,只是此刻我的脑海中依旧回荡着白天在酒店看到的那一幕,一切也都变得索然无味起来。 吃过饭,我躺在床上,心平气和地刷着短视频,谁知成倩却忽然钻进了我的被子里,老公,我们很久都没有那个了。 我低头看了看成倩,却见她的眼神水汪汪的。 特别地勾人,原本我心里有气,可以想到周涵让我稳住局面,便强行调整了一下心态,翻身抱住了她。 今晚的成倩表现得,怎么说呢?非常热情,我心里不禁产生了一丝疑惑,难道说白天那个家伙其实是个无能之辈,还是说女人在出轨以后会有某种补偿心理,所以成倩才显得比往常主动许多。 说实话,这样的成倩真的给了我一种不一样的感觉,以前的妻子漂亮归漂亮,但是总感觉不够媚,今晚的妻子既美丽又妩媚,我从起初的不情不愿。 到最后,沉沦在了她的热情中,完事以后,妻子躺在我的怀中,安静地睡了过去,看着妻子这张我深爱了多年的面容。 我的心也随之动摇起来,或许她有什么难言之隐,我是否要选择相信她?我这样暗中调查她真的合适吗?要不装装糊涂,凑合着过吧。 万一她哪天对那个男人腻歪了呢?网上说,中国女人婚内出轨率超过50%,只是中国男人爱面子,老婆出轨了,不会嚷嚷的满世界都知道。 要是每个男人碰到老婆出轨就离婚,那中国的离婚率还不得突破天际。 其实今天我也不过是机缘巧合,到附近跑业务时,凑巧看到了老婆的车停在酒店的停车场,我当时脑海里一阵混乱。 把我给客户带的样品假发带上,就跑到酒店里去抓奸去了。 说实话,我也仅仅只是看到承倩挽着一个中年男人的手,从酒店里走出来而已。 那个中年男人,看上去50来岁,几乎都可以当承倩的爸爸了。 我不相信,承倩会爱上这种老男人,会不会是承倩外地的叔叔伯伯? 来咱们这儿,承倩专程过来看看,可以想到刚刚承倩身上那股从未有过的妩媚劲儿,我的心里就被泼了一盆凉水。 徐浩啊徐浩,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,就这样艰难地过了三天。 周涵拿着调查结果找到了我,我托关系调取了酒店的大堂监控,通过特殊渠道找到了这个男人的相关资料。 事情好像越查越复杂,我劝你做好心理准备。 听到周涵的话,我看着他发送到我手机里的照片,表情逐渐失控,因为周涵查到了一个让我绝对无法释怀的消息。 三年前,妻子承倩怀孕三个月左右时,岳母为了让妻子有个更好的生产环境,于是把承倩带到美国的医院去生孩子,期间我曾多次提出想要到美国去陪产。 可妻子和岳母每次都以各种理由把我推透回来,比如去一次美国的机票很贵,与其浪费这个钱,不如把钱省着给妻子买点营养品。 又比如岳母说我一个大男人啥也不懂,去了也只会添麻烦,还得帮我找地方住,这又要浪费一笔钱。 总之,在承倩和岳母唱双簧的状态下,我始终没有去成美国,直到妻子生完孩子做完月子回到国内,我才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。 原本我并没有想太多,但是刚刚周涵给我的资料里有一个视频文件,视频里,我的岳母从幼儿园接我女儿放学后,并没有直接回家,而是先去了幼儿园附近的一家肯德基,然后,昨天和我妻子出现在酒店的那个男人出现了。 她熟练地拿着一个冰淇淋甜筒,走到我女儿跟前,女儿笑嘻嘻地拿过甜筒,还在她脸上亲了一口,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,岳母看上去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,那个男人和岳母看上去也十分熟络,岳母这是在干什么? 她为什么要把我女儿带去见那个男人,我的心又混乱了起来,这种时候,我再也没办法说服自己,这个男人是妻子的淑白亲戚了。 其实对于女儿,我早就有所察觉,这孩子长得和我一点都不像,只不过因为女儿长得很想成倩,我一度以为女儿只是在父母之间。 相貌随了母亲,可现在这个状况,由不得我不多想了,我拜托周涵继续帮我调查妻子的事情,我又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周涵交流了一下,周涵表示,她会立刻启程到美国去帮我调查真相。 周末的时候,我和妻子一起到丈母娘家里吃了顿饭,随后便把女儿接回了自己家里,我强忍着内心的激动,无数次忍住了问女儿那个陌生叔叔的事情。 我知道,现在不是打草惊蛇的时候,周一,我带着偷偷收集的女儿的头发,找了个亲子鉴定机构,做了专业的亲子鉴定。 结果和我想象的一样,数据显示,女儿和我的基因重合度低于正常值,我们并没有血缘关系,可是正当我准备走的时候,一个护士匆匆忙忙追到我跟前,先生,不好意思,错了,错了。 我看着喘气的护士问道,什么错了?检查结果出错了吗? 护士拿出我之前给他的装我女儿头发的塑料袋,对我说道,徐先生,不好意思,刚刚我们那边弄错了头发样本,你给我的袋子里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头发样本。 我拿着袋子,仔细看了看,女儿的头发是黑色的,但里面还有几根淡棕色的头发,这是我妻子成倩的头发。 等等,我看着护士,脑海中瞬间被大量的疑惑充斥,我拿着妻子和女儿的头发样本对护士问道,护士小姐,你们刚刚比对的DNA用的是这两种头发吗? 护士点点头,是的先生,这是我们医院的疏忽,医生正在重新用您的头发和您女儿的头发做DNA比对,请稍等片刻。 我又耐着性子,等了一个多小时,等到结果出来后,我叹了口气,不出所料。 女儿和我依旧没有半点血缘关系,一旁的护士看着我,眼中露出了难以掩饰的同情,还架杂着强烈的好奇,女儿的DNA比对结果显示。 女儿既不是我的亲生女儿,也不是我妻子的亲生女儿,这莫不是在跟我开玩笑,妻子明明怀孕四个月跑到美国去生孩子的啊,孩子就算不是我的,但也肯定是妻子亲生的才对啊。 总不能妻子连怀孕也是假的吧,一想到这里,我的脑海中忽然间有了些许名物,难道说妻子当初是假怀孕,为了怕我看出破绽,这才跑到美国去生孩子,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 难道是她的身体有什么难言之隐,无法生育,所以用这种方法跑到美国去,走特殊渠道领养了一个孩子? 岳母为了怕我发现事实,也跟着到美国去帮忙打掩护,千方百计阻止我到美国去陪缠,毕竟如果我去了美国,发现妻子的肚子并没有变大,事情可就败露了。 我越想越觉得事情的真相应该就是这样,于是连忙把我的亲子鉴定报告结果告诉了周涵,让他从这个角度去调查。 然而几天后,周涵从美国回来后,把他调查到的真相告诉了我,我才发现事情竟然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 周涵在美国的那家医院用钱收买了医院里的几个内部员工。 搞到了三年前的医疗档案和一份影像资料,医疗档案里写着我女儿出生的各项信息,在母亲这一栏,我惊奇地发现,这里填写的名字是一个我怎么都想不到的人。 生母姓名,王贵湘。 王贵湘是谁? 成倩的母亲,我的岳母大人。 我揉了揉眼睛,以为自己看错了,但是很显然,我没有看错。 周涵给我的视频里,王贵湘挺着个大肚子,成倩在一旁扶着他,显然是在陪产,视频里的成倩腹部平坦,身材苗条,根本就不像是怀孕的样子。 等到周涵走后,我整理了一下思绪。 开始在心中不断复盘整件事,如果是岳母怀孕,为什么不是岳父跟着去美国陪产,我的心中渐渐浮现出一个答案,岳母出轨了。 并且三年前,岳母意外怀孕,为了不让岳父知道,岳母假装要到美国去陪女儿生孩子,但实际上是她自己要去美国生孩子,一方面可以避开岳父,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孩子生下来。 另一方面,还得让成倩配合她一起演戏,不然岳父知道了真相,恐怕会一怒之下跟岳母离婚,成倩为了帮岳母打掩护,不得不装作怀了孕,陪岳母到美国去把这场戏演完。 可是,岳母为什么不直接把孩子打掉呢?为什么要把事情搞那么麻烦呢? 想到这里,我不禁为岳父默爱了几秒钟,自己的老婆快五十岁了,还费尽心机去帮别的男人生孩子,也不知道岳父知道真相后撑不撑得住,为了彻底把这件事弄清楚。 我趁着周末去岳母家接孩子的时候,偷偷在岳母家收集了她的头发,拿到医院做DNA比对,果然,我女儿和岳母的基因重合度达到了亲子标准,她并不是我女儿的外婆,而是我女儿的妈妈。 我此时的心里,跟吃了那啥一样难受的要命,养了三年的女儿,竟然不是我的女儿,而是我岳母的女儿。 她虽然依旧管我叫爸,可我得管她得叫小姨子,咱两个论个的,我老婆也不是她妈妈,而是她姐姐,这是什么下范的狗屎剧情,甚至这个小姨子,还是我丈母娘的私生女,没办法拿到台面上来讲清楚。 今后有很大概率还得以我们女儿的名义生活下去,我的脑海一片浑浊,然而此刻我还有一个疑问埋藏在心里,那个中年男人到底是不是我女儿的亲生父亲,如果是,那为什么我的妻子承倩那天会跟她出现在酒店,还举止那么亲密? 理论上,她和我的丈母娘玩婚外情,还搞出了人命,承倩怎么也不应该对她有好脸色才对,难道说,这个狗日的在玩母女骑收的戏吗? 一想到这里,我的心再度被怒火充斥,如果真是这样,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 周一的早上,我在公司上班时,忽然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,来电显示,电话是岳父打来的,小徐啊,你现在有空吗? 啊,岳父,我在上班呢,有什么事吗? 嗯,有点急事,我在你公司楼下的麦当劳,你出来一下吧。 我放下手头的工作,来到公司楼下的麦当劳。 在餐厅的角落里,看到了岳父,岳父今年55岁,还没有到退休的年纪,这个时间,通常他也应该还在上班才对,现在他请假过来找我,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,我心里默默地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,等我坐下后,岳父先是开口,跟我东拉西扯了几句。 问我和倩倩婚后的生活里,有没有什么矛盾,倩倩从小被他宠坏了,还请我看在夫妻的情分上担待着些,我被岳父绕来绕去,也绕得有些头晕,便主动把话挑明。 岳父,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,您就直说了吧。 岳父看着我的眼睛,深深吸了一口气问道,我那天看到你去了亲子鉴定机构。 我愣了一下,岳父紧接着说道,别误会,那天我们公司刚好在那家医院搞员工体检,我是偶然看到你进了医院的亲子鉴定中心。 我点了点头,随后就不说话了,主要是现在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跟岳父把这个情况说清楚,谁知岳父看到我的表情后,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,这件事是我们家对不起你。 自从倩倩和他妈一起躲到美国去生孩子,我就知道你迟早有一天会怀疑这里面有问题,只是作为倩倩的父亲,无论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,我还是想要帮他取得你的谅解。 我看着岳父一脸真诚的样子,心里五味杂陈,岳父大人啊,现在的问题不是我老不出轨跟别的男人生了孩子,而是你的老不出轨跟别的男人生了孩子。 你现在主动跑来跟我说这些,弄不清楚状况的应该是你才对吧,岳父见我没有说话,想了想,又接着说道,其实男男的事情,我跟你妈早就知道了。 当初倩倩告诉我,她当年怀孕后不敢在国内生,就是因为她跟你都是O型血,但孩子的亲生父亲是别的血型。 她害怕孩子生下来不是O型血你有可能受不了,所以她瞒着你跑到美国去生孩子。 好在最后,孩子也是O型血,她才敢把孩子带回来,不然还得花钱找那边的医院修改出生证明上的血型。 这件事,我们瞒着你,确实是我们不对,但是也请你理解我,作为一个父亲,我也只是想要尽可能地帮女儿维系住你这段婚姻。 倩倩也答应过我,生完孩子以后,就不再和那个男人有任何瓜葛,倩倩的性格我了解,做不到的事情,她必然不会答应我。 所以,你现在即便发现了孩子的事情,我也想劝你冷静一点,倩倩已经三年没有和她的前男友联系过了。 她现在一心一意地爱着你,我作为她的父亲,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像以前那样相爱下去。 不要让这个孩子成为你们婚姻的绊脚石,如果你实在无法接受,这个孩子你交给我,我来帮你养,你看怎么样? 看着岳父一脸真诚地帮成见解,试着过去发生的一切,我是真的不知道该对岳父说些什么才好。 男男的真实身份,看样子岳父到现在还蒙在鼓里,他比我更加需要一个真相,只是如果我就这么直接把真相告诉岳父。 他受不受得了这样的打击,成妾宁可假装怀孕,也要帮岳母把这个孩子保下来,这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内幕,再没有把整件事弄清楚以前。 我觉得我不能轻举妄动,讲道理,现在我知道,男男并不是老不出轨,给我戴绿帽子生下来的女儿后,我对男男其实并没有一开始那么难以接受了,毕竟从根本上来说,我的妻子并没有出轨和别的男人生孩子,这个孩子其实是我小姨子,我帮忙养养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。 真正应该难受的是我那可怜的岳父,被妻子和女儿联手蒙骗,每天乐呵呵地抱在怀里的外孙女,其实是他老婆红杏出墙的赠铁,人就是这样奇怪的生物,看到别人比自己更可怜时。 就容易忘了自己身上的那些不愉快,想了想,我对岳父点了点头,表示,我会认真和倩倩把这件事说清楚。 我对倩倩的感情无庸置疑,如果倩倩愿意和我继续在一起,我可以原谅她对我的隐瞒,岳父松了一口气,让我好好上班,如果心里有什么想法,千万别一个人生闷气,要学会主动找人沟通交流。 我回到公司继续上班,仿佛无事发生一样,中午的时候,我去了一趟珠宝店,成倩以前看中了一条项链,我原本准备她过生日时给她一个惊喜,想想今晚就要和成倩摊牌。 我也适当地要准备一些东西,现在我的心里有些纠结,事情好像越搞越复杂了,常言道,一个谎言的背后需要用一千个谎言来帮忙圆谎,现在的情况便是如此。 当我下班回到家里后,成倩坐在家里,眼眶红红的,看样子应该是刚哭过,我走到她跟前,轻轻把她搂在怀里,轻柔地拍打着她的后背。 成倩在我怀里低声问道,我爸今天找你谈话了。 我点点头,嗯,我们聊了很久。 成倩把头埋在我的怀里,老公,我对不起你。 我深呼吸了几下,继续柔声安慰她道,我这些天其实也已经想通了,孩子是谁的对我而言并不重要,对我而言,你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,只要有你在我身边,那就足够了。 老公,成倩趴在我的怀里哭了起来,仿佛有一肚子的委屈和害怕,我抱着成倩,缓缓安抚着她的害怕和不安,站在成倩的立场来看,她并没有出轨,可她也不能把孩子的真实身份说出来。 在她看来,我去医院做了亲子鉴定,我肯定是知道了孩子不是我亲生的,我肯定会怀疑她外面有情况。 可我回到家后,一句责怪她的话都没说,全都在安抚她的情绪,这样的行为放到成倩眼里,说明我对她的爱已经足够包容她出轨,甚至她和别的男人有了孩子,我都可以原谅她。 女人都是感性的,自己的老公能够为了自己受这么大的委屈,作为妻子,成倩一时间觉得福负何求,我们就这样互相拥抱着,感受着对方的心跳和体温,谁都没有开口再说话,不知过了多久。 我从口袋里拿出我中午买的那条项链递到成倩跟前,成倩两只手捂着鼻子和嘴巴,眼睛里全是难以置信的神采。 老公,我,她万万没想到,原本以为老公回家后会对她暴怒,争吵,失望,伤心。 她设想过各种情景,唯独没有想到过我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她的谅解。 一时间,成倩情绪激动到不能言语,泪如雨下,我笑着让成倩转过身,帮她把项链戴好,男男的事情,我们就这样翻篇了,好吗? 嗯,谢谢你,老公,谢谢你,解决了老婆的心结,接下来便是要解决女儿的事情。 男男毕竟叫了我三年的爸爸,我们见的妇女感情做不得假,对我而言,只要男男不是成倩出轨和其他男人生下的种, 我最多不过是把她当孤儿愿领养回来的女儿,虽然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无条件地爱她,但也至少会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该有的责任。 但是在成倩看来,我对一一个她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,也可以做到如是几出,这样沉甸甸的爱让她不知道该如何回报,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的日子过得舒服又美妙,每天下班后,成倩都会做好一桌子热腾腾的饭菜, 把我的饮食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,甚至到了晚上,成倩也会比从前更加柔情似水,将我一天的疲劳完全洗去。 岳父岳母那边,对我这种大度的行为也表达了充分的感激,每次到岳母家吃饭,岳父岳母都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菜。 说实在的,我这也算是打了个信息差,误打误撞,才有了现在这个局面,大家信息不对等,他们都觉得我受了委屈,想要好好补偿我一下,可实际上这件事最大的受害人,到现在都还蒙在鼓里,对事实的真相毫不知情,在妻子日复一日的温柔公事下,我也渐渐不再想要把事实告诉岳父,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,岳父岳母之间的事情,我确实不适合掺和进去,要是真搞到岳父岳母离婚,倩倩肯定得把我给恨死,现在大不了就是帮着养下小姨子,每天听着小姨子管我叫爸爸。 这感觉还挺过瘾的,又过了半个月,周涵查到了那个神秘男人的相关资料。 赵思成,男,55岁,20多年前,和岳母都在同一家国企上班,后来国企改革,两人前后脚下岗,赵思成去了南方,岳母在本地嫁给了我现在的岳父, 所以,这个赵思成,应该算得上是岳母的前男友,周涵找人跟踪赵思成,等到赵思成理发时,收集到了他的头发,然后和南南的头发一起送到亲子鉴定中心,做了样本比对。 结果和我们预料的一样,赵思成就是南南的亲生父亲,也就是说,三年前赵思成出现在美国的那家医院,的确是去陪我岳母生孩子去了。 而且从周涵搜集到的资料来看,赵思成这些年,一直都在南方做生意,算是个事业有成的小老板,这家伙也是痴情,以他的财富,身边应该不缺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才对,可他就是要跑回来和我的岳母再续前缘。 而岳母一大把年纪了,还是个恋爱脑,竟然在年近五十的情况下,还敢为他偷偷生孩子,只能说,这波团战唯一的受害者,就是我那可怜的岳父,哎,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来看,岳父难道就没有察觉到一丝不对劲吗?我不敢胡乱猜测。 只是每每回想起,当初岳父劝我原谅倩倩时的语气,很难不让我有所联想,这天我正在公司上班,忽然周涵给我打来电话,喂,涵哥,有情况? 嗯,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,成倩刚刚又跑去酒店见赵思成了。 我瞬间激动起来,尽管我知道赵思成和岳母有私情,可成倩那次在酒店和赵思成表现出来的亲密程度,还是让我有些耿耿于怀,难道那个老东西,玩玩我岳母还嫌不够,对成倩也伸出了魔爪,仔细想想,成倩为了帮岳母保守秘密。 宁可在我这吃哑巴亏,也不愿意让人知道岳母生孩子的事情,那么赵思成会不会用这个事情威胁成倩,逼他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? 我越想越觉得,事情的真相很有可能就是这样,于是跟老板请了个假,迅速赶到周涵告诉我的那家酒店,下午两点。 成倩和赵思成并肩从酒店离开,出了电梯,来到酒店大堂,成倩正要和赵思成道别,眼角的余光忽然看到大堂的角落里坐着一个熟悉的人影,老公。 成倩一时间站在原地,手脚都有些僵硬。 反倒是赵思成,丝毫没有表现出慌乱的情绪,一只手还搭在成倩的肩膀上,好像在安慰他别慌,成倩忽然睁大了眼睛,似乎明白了什么,难以置信地对我说道,老公你派人跟踪我。 我摇摇头,我没有派人跟踪你,我跟踪的人是他。 我看着成倩用平静的语气说道,我上次突然跑去给孩子做亲子鉴定,就是因为我无意中在酒店看到你和这位先生在一起,而且你们之间举止亲密,很难让我不展开联想。 我原以为上次我对你做出了那么大的让步,你可能会收敛一点,但是这才几天啊,你就又忍不住跑来见这个男人了。 倩倩,我自问这些年,我绝对算是一个合格的丈夫,你如果喜欢上了别人,你跟我说,我也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男人。 可我不太明白,你明明就很爱我,为什么又要偷偷跑出来见他?他年纪大到都可以当你罢了。 我指着赵思成,与其稍微有些激动地说道,然而,等我这句话说完,我发现成倩和赵思成的脸色都有些奇怪,他们似乎都在憋着笑,你们到底啥意思啊? 我跟你讲,男人的忍耐是有极限的。 见我真的生气了,成倩刚要开口,赵思成却抢在他前面对我说道,这件事说来话长,要不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仔细说。 我点了点头。 随后我们又在酒店开了间房,三个人关在酒店的房间里,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,赵思成递给我一根烟,我摆摆手,倩倩不喜欢烟味,借了。 赵思成笑了笑,把烟揣回裤兜,笑着对我说道,你现在最关心的,应该就是倩倩和我的关系吧。 见我要开口说话,赵思成举手示意道,我知道你很急,但你先别急,听我把话说完。 其实,我是倩倩的亲生父亲。 我看着赵思成,直接给了个黑人问号脸的表情,成倩坐在我身边点点头道,没骗你,这真是我爸。 我一脸的不理解,那岳父那边。 成倩叹了口气,我虽然不是他亲生的,但我一直都把他当成我亲爸。 我听到这个劲爆的消息,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。 感情我的岳母大人并不是三年前给我的岳父戴绿帽子,而是二十七年前就给岳父戴上了原谅帽啊。 我的脑子现在有点乱,需要捋一捋。 我的老婆是赵思成和我岳母生的女儿,我的女儿实际上也是赵思成和我岳母生的女儿,我那可怜的岳父,自己的女儿是别人的。 自己的外孙女也是别人的岳父他,知道这件事吗? 呈现点点头,又摇摇头,或许知道,又或许不知道。 这些年,我很多次都想把真相告诉她,可我真的不忍心,成倩接着说道,我很小的时候,妈妈就带着我经常跑到南方去旅游,实际上就是和我爸团聚,对我而言,他们两个都是我爸,放弃谁我都舍不得,所以这些年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下来了。 接下来,成倩干脆一口气,把南南的事情也跟我说开了,南南不是她的女儿,而是她的妹妹,整件事到最后,唯一的受害者,还得是我那可怜的岳父啊。 但是赵思诚也是有说法的,当年她到南方去做生意,出了点小意外。 坐了三年牢,出来以后,发现自己女朋友嫁人了,正当她心灰意冷时,女朋友却告诉她,他们有个孩子。 我能怎么办?女朋友已经找好了接盘侠结了婚,但女儿是我亲生的,我不可能真的放着女儿不管,而且赵思诚这么多年一直独生畏娶,我那个岳母总觉得这辈子愧对赵思诚,就想着偷偷给赵思诚生个儿子,给她传宗接代。 结果岳母偷偷怀孕了,几个月赵思诚才知道老情人怀孕了,岳母这把年纪,打胎说不定也能要了她的命,于是赵思诚,岳母,成倩三个人一合计。 干脆到美国去生孩子算了,那边的医疗条件又好,还可以瞒着我的岳父,简直一尸二鸟,两个小时以后,我带着成倩离开了酒店,回到了自己家里,我们最终商议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,成倩回去后告诉岳父,说南南的亲生父亲想要把南南接到南方去,我也已经同意了。 岳父觉得这样也好,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,在一起的时间越长,就越容易出问题,还不如把孩子送到他的亲生父亲那边,这样也不会影响我和成倩的夫妻感情,只是每当我见到岳父时。 我总觉得,他应该还是知道点什么,但是岳父有他自己的人生哲学,都快到退休的年纪了,或许他什么都看开了。 一年后,我和成倩也有了自己的孩子,我们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个幼小的生命,陪伴他慢慢长大,偶尔,我和成倩也会偷偷跑到深圳去看看我曾经的女儿南南。 小家伙现在已经上幼儿园了,见到我们开心得不得了,只是他有时候喊我们爸爸妈妈,有时候又喊我们姐姐姐夫,这混乱的关系,怕是这辈子都理不清了。